以后你要特别注意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别人找到把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来散步啊 怎么不好好休息 也出来了 其实呢 我们这个职业还是挺特别的 我每天用十几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扮演别人 以别人的身份存在 那每天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就只有一点点 所以我喜欢把这一点点时间 留给自己 这样的话至少还能证明我自己还存在着 别说这些了 怎么了 你有心事了 我和复达一起吃饭被拍到了 而且发到了网上 现在知道了吧 就算不是艺人 但你跟艺人吃饭也照样会被拍到 所以呢 以后你要特别注意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别人找到把柄 但是感觉好辛苦 娱乐圈的生活就是这样 不管你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都会被别人拿来 无限放大甚至曲解 习惯就好了 是啊 表面上光鲜亮丽 你事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和无奈 突然觉得你今天被拍到也挺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终于可以清楚我们的感觉了 想念一点一点变成了孤单 没你的期间 淋湿的雨天 时间也停止不肯向前 我们努力努力学会了孤单 剩下的倔强像一种信念 等着你划上孤单的句点 不走了 不走了 我们还要回去 赶紧去看一下明天的通告 我们回去吧 嗯 走吧 好